欢迎收看大爱话之 这几天在云南昆明火车站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 已经有超过一百七十个人上网 是 不仅是时机非常敏感 它的背后组织跟政治因素 更是错综复杂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花两天的时间 深入云南昆明的暴动现场 看看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现场的来宾是中央警察大学 公共安全系的副教授 董立文董老师 你好 董老师是东亚老师博士 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 我要先请董老师来还原一下 这一次三点零一 三零一事件的昆明的 这个袭击的行动的现场 那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是当天晚上人最多的时候 在昆明火车站发生这样的袭击事件 在三月一号的晚上 所发生的事件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全部都是依赖 这个中共的新闻媒体 甚至我发现就是说 这个维吾尔族反抗运动的组织 就是那个维吾尔在线 这个组织呢 他有发表声明 但是对那个事件 他也没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 其实要还原现场 是很困难的 我们唯一依赖的 就是大陆官方公布的讯息 对大陆官方公布的讯息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那大陆官方公布的讯息 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是他的叙述 第二个是他的画面 那有时候画面 他是自己会讲话的 对那从他的叙述来看的话 中共官方是这么说 就大概在晚上 应该是九点半的时候 应该是有八名 穿着统一服装的人 黑色服装 穿着黑色的统一服装的人 身体里面长的尖刀 长的尖刀 也有短的匕首都有 然后就开始在这个 昏明火车站里面 就开始见人就砍 好像是在售票大厅 从售票大厅开始 一路追 一路追就对了 那其实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间点 似乎并不是 就是说人最多的时候 反而是 对反而是人相对少的时候 但是然后造成了 后来的更正是33个人死亡 170多个人受伤 那但是从画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看到其中一个画面 就是说其中一个画面 当然死伤者 尤其是死亡者 有躺成一排 有列出来 然后当然媒体 有很多去访问 就是说那些 目击者 目击者 被追的人 甚至有访问那些受伤的人 但唯一没有看到的是 被击毙的所谓的暴徒 连被击毙的 那个现场都没有 那个遗体也没看到 没看到 所以也无法证明说 他们是不是真的是 八个黑衣人 但是 刀见人就砍 对 有一幕反而是 说是红衣人 我看到其中有个镜头 是是 是远远的 就是几个警方 在抓了那个红衣人 就对了 所以说 整个事件的重点 我认为说 像这种所谓的 在中国大陆发生 东土 用中共官方的话 叫做东土的 恐怖攻击事件 我们到今天 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 我们只能 就是说 唯一的新闻管道 或者了解的管道 就是中共官方 对 那很不幸的 就是中共官方的说法 其实是有 会有很多 就是说 有很多破绽 我们可以好好 抽丝剥茧来了解 但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前 我们要先带大家 回到现场 因为毕竟从3月1号到现在 公布的画面和讯息 也越来越多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那个事件的始末 救护车声响 不绝于耳 现场一片混乱 昆明火车站 发生严重 恐怖攻击 现场血迹斑斑 伤亡十分惨重 体育刀嘛 前一人就 抬起来就看了 我一开始 我没反应过 我站了 留下体育东西站了 等于他们 隔禁票 还有都是 打击人 我一关了 东西也能到 还有我体育东西 全部拿了 结果拿了 一号晚间9点多 十多位身穿黑色服装的蒙面歹徒 手持五六十公分西瓜刀 冲进火车站广场 见人就看 整起事件 造成一百多人伤亡 而这起暴力攻击 也被定调 是由新疆分裂势力 一手策划 是不是针对大陆两会 发动的恐怖攻击 有待进一步调查 不过正值政治 敏感时刻 已经引起大陆当局 高度关注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大陆中央电视台的画面 不过在微博上 尤其是在网路上 许多网友是怀疑说 既然是在昆明的火车站 售票大厅里头 还有他跑的 附近的几个地方 都是监视器 最密集的地方 为什么不会有这个画面出来 这警方是不是故意封锁画面 第二个是说 仅仅只凭这个东途组织的一面旗帜 就是一个新悦旗 就判断说 这八个人就是东途组织的 僵族分子所为 老师怎么看 我刚刚说过 所以说 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只能单方面的听中共怎么说 我们完全看不到 有任何组织或团体 他是出来承认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最重要是因为他有逮捕到两个 然后两个人 似乎是一男一女 问题是 从逮捕到的人里面 我们听不到被逮捕的人 他有任何说法的声音 我们都听不到 公安部 他的公布 隔一天的公安 公布是东途 还把那个人的名字 那个组织的名字 也点出来了 好 那现场给我的证据 我记得是 中共官方公布是有两个 比较 我们比较看的比较多的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他是有个旗帜 星星月亮旗帜 对 有另外一个消息来源 是他们的刀子 上面刻有 这个星星月亮 各位主持人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个很有武侠小说的feel 就帮派的 上面会在武器上面做记号 对对 但是我们连他的凶器 我们都没看到 就说其实 其实我们都知道 像警方一般在 他们在这种凶杀案 或者谋杀案 凶刀是很重要 凶器是很重要 他一定要找到凶器 然后等于是证悟 然后展示在大家面前 这是我们在台湾 警察的标准作业程序 可是到今天为止 就是说我们连那个 就是说被逮捕的人 看不到 说法听不到 连他的凶器 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整个事件 我认为还是充满了疑问 但有一点是 是确定的 也就是说 有一伙人 他们在这个昆明的车站里面 大规模的滥杀无辜 这一点是确定的 这种暴力行为 是应该要被谴责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到底是谁干的 这件事情 大家就可能充满好奇 因为现在完全是来自于 官方的说法 以及我觉得最终还有动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有他被定调成叫做 恐怖暴力 暴力恐怖行为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单单 外国媒体是讲 他就是暴力行动 对 那可是大陆却把他说 他是恐怖攻击 这中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其实中共的政府 过去十几年来 他一向宣称说 中国是一个 这个受恐怖主义 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 他一直对外这样宣称的 然后中国反对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这是他的政策 制造要点 好 所以借由反恐 尤其是911以后 然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 他也借着这个事 所以他成立了 这个对外 他成立一个上海合作组织 对 这个上海合组织 是中国第一个成立的 正式的国际组织 其实国际组织 大概到现在为止 以政府为成员的国际组织 到现在全市有六万多个 只有一个是中国成立的 是 就是上海组织 所以说是他成立 是中国成立 是中国主导的 他其实中国的 中国的目标是放在整个中亚 中亚跟西亚 所以说这是 这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后院 或是中国的大后方 所以他借反恐 来等于说来安排那个地方的权力真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也知道就911以后 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需要 那个中国的帮忙 那中国也说他也要反恐 所以说那借由中美双方的反恐合作 然后呢 他会达成说他对美国的这个 等于说他的政策要求 或是说政策的交换 利益的交换 举例来说 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所以包含在这个捉拿这个当时的塔利班 做拿宾拉登 这些东西 其实都需要中国合作的 不然的话在这个世界地图上会缺一大块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中共就会向美国提出对等的交换条件 其实曾经发生过 2003年 2004年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对不起 在中共那边所谓的台湾问题 所谓台湾问题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就公投的问题 台湾那时候在闹公投的问题 以及北韩的问题等等 所以说他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反恐 他其实有他背后更更大的国家战略 他要扩大他的区域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 跟国际影响力 可是把这个事件安上 那个反恐的帽子 恐怖攻击的帽子 这样就代表他确实遭受到恐怖攻击 这是他一贯的说辞 但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尤其是在过去十年来 911以后 过去过去十年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所 所遭受所谓的恐怖攻击 并不是那么严重 甚至呢 你可以看他那个消息的公布 我认为很多东西都故意夸大 甚至是捏造 因为这个等一下 我还可以再讨论 看他具体案件就看得出来 是我们待会回来 再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当然也要仔细地喊一谈 这所谓 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的 这个恩怨情仇 究竟是什么 休息一下 我们上回来 照片中的吉普车撞上护栏 猛烈起火 烧得焦黑 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 拐入了长安街便道 由东向西行驶 撞向了金水桥护栏之后起火 行驶过程当中 也是造成了多名游客 和直骑民警受伤 现场武警全力戒备 甚至出动装甲车 只因浓烟高高窜起的背后 有着毛主席的巨幅照片 正是大陆中央权力象征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三名恐怖分子 驾车冲进天安门广场 金水桥爆炸 恐怖攻击走出新疆 直闯首都 广场人群立即被疏散 天安门周围道路和地铁 也进行交管风战 甚至连网友在微博上 发的现场照片都被删除 这是新疆恐怖攻击 新火燎原的重要转折点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去年在天安门 金水桥畔的一个撞击事件 这个撞击事件 真的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 可以说是 僵独在运动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要问一下董老师 你会不会认为 这样一个事件 可以说是 包括新疆的一个恐怖攻击事件 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相信是的 因为其实从中共 过去所公布的这个案例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恐怖攻击 都是在新疆本地发生的 其实过去 中共有公布 类似案例 在我记得是在上海的一个公交车 有那个就是起火或是爆炸 然后也有人说 那个是就是当时 恐怖攻击事件 是恐攻 然后是围族 但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 有个最大的困扰 就是很多消息是中共讲的 但是他又不讲清楚 好那无论怎么样 我认为北京天安门事件 这个的确是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转捩点 因为第一个 他那个形象是太震撼了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恐怖攻击 他其实他要的是一种 等于说大家的意象 恐怖组织呢 其实就是就是要告诉你 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然后他才会挑选的那个 等于说 那个是中共 人潮最多的地方 权力的中心 然后他那个火在烧的时候 那个烟雾弥漫 是遮住那个毛泽东 那是非常具有那个 那个意象 那个暗示的 那最重要的是 因为中共后来也公布 那三个人 就车里面那三个人的姓名 跟照片 有公布 所以说那就 那是确认他是维族人 但同样的 我们不知道 他的诉求是什么 到今天为止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诉求 或是说 包括这一次的 这个昆明的这个案件 也是一样 这些案件都有 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你们发现就是说 这所谓的维吾尔族 或东土的恐怖组织 他们用的武器 是极其落后的 对 刀子 砖头 或是土质的 土质的 炸药 砍刀 砍刀 然后在新疆的过去几次 那个 那个中共都有 都有宣称 他们有 有收获 这个爆裂物 但他也不讲清楚 那什么爆裂物 有收获枪支 但奇怪的是 就是说 在新疆的那几次恐怖攻击 爆裂物跟枪支 都没有用在攻击上面 那些死亡的军警 都是 都是用刀子 砍伤的 在奥运的前课 我印象前戏 2008年的时候 4月8号的这个中共的边防军议息 16个人死亡 16个伤 对 其实是武警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那其实是一早 一大早的时候 就是他们武警的部队呢 那个穿运动服 然后那个早上做成超 去运动 跑出他的营区 就绕着他的营区跑 结果被 被两名据说是围族的恐怖分子 是 架着货车 去撞 去撞那个队伍 所以才会有这16个死亡 撞了队伍以后 下来以后 一样是用刀 所以他如果 因为中共曾经指控过 也拿出证据 说这个所谓的东土分子 是跟这个国际的恐怖组织 塔利班 第一个是相勾结的 第二个是受训的 是在阿富汗那边受训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他的武器怎么可能那么落后 因为塔利班那边 我们都知道 塔利班那边有很多 第一个 强大的武力装备 强大的 他至少有自动步枪 自动化武器 自动化武器 他至少有手榴弹 是 那个所造成伤弯 可就不是这样子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很奇怪 到今天为止 维吾尔族的人 他们的所谓的恐怖组织 他们的武器 还是非常落后 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 这就是自杀性的攻击 因为你的武器太落后 你也知道你这么做 你一定跑不掉的 所以他背后的动机 就让我们就觉得 非常好奇 你明明知道 这一切是没希望 你干嘛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推翻不了 这个中国共产党 我们可能要 就是事件冲突发生的时候 除了研究案件本身之外 我们可能要去理性的探讨一下 他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对他的动机 假设我们依照官方 所公布的这个资料 他确实攻击的对象 攻击的那个主体 是来自于维吾尔人的话 那么维吾尔人跟汉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深仇大恨 需要这样子 来发动这么恐怖的攻击 到底为什么 我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到今天为止 包括昆明这个301事件 这个中共的 他的媒体的处理方式 他还是在制造仇恨 他其实他自己 就在制造仇恨 他全部都是单方面说辞 然后那些被砍的人 被杀人是多惨 多害怕 但是他从来没有 他新闻报道 他也从来不讲 为什么那些唯吾尔人 要这么做 他从来不讲 我相信 我如果是维族人的话 我如果看到 看到那样的新闻 的报道方式 我第一个是感觉很羞愧 我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 好羞愧 我们怎么做这种事情 但如果有我同族人 告诉我说 他们那些人 这样做 是为了一些 不得已的原因 是为了拯救我们维吾尔族 那我会很钦佩他们 所以这种媒体处理方式 其实是很糟糕 他反映了中共的 所谓的反恐的策略 我只有四个字 就是严打高压 严打跟高压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探究 究竟维族人 汉围之间的冲突根源 到底在哪里 因为毛泽东自己说了 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 那这个恨 必定起来有致 到底汉围之间的恨 是从哪里来 好很有趣 在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 他有一个知名的学者 王力雄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这是他的研究 他说清朝有三百六十几年 是 清朝三百六十几年 整个花在 就是说当时是这个 这个新疆的钱 所花的钱 三百六十年所花的钱 远远不及于过去六十几年来 中共对新疆的钱 投入的经费 但是清朝是中国历代 跟新疆关系最好的一个朝代 那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是投入经费最多的 但是他跟新疆的关系 是最糟糕的 所以他是从这边 作为出发点 就是说那中共的政策 肯定出了大问题 其实不止新疆 西藏也是一模一样 你去看整个清朝的三百六十 景的历史 除了这个乾隆的时代 或是这个康熙的时代 在新疆在这边有动物 在西藏有动物之外 后面其实清朝跟新疆 西藏关系非常好 花的钱也很少 但中共在西藏 可是花了大钱的 所以说这个 就是中共的这种 第一个他的少数民族政策 他的对少数民族政策 出了大问题 第二个尤其我认为 他对这种新疆的这个政策 是可能已经 他没办法回头了 就说他知道是错的 可是他没办法 他就得一直错下去 他的起源是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共有一句话 叫做新疆是杀回来的 西藏是骗回来的 新疆是杀回来的 西藏是骗回来的 我们再回去看 中共建国以后 跟这两个地区的历史 很简单 简单的说就是 这个中共跟西藏的达赖喇嘛 签了和平协定 签了和平协定以后 藏军就 中共的军队 共军 解放军就进入入障 对 入障以后就接收了 把他骗回来了 新疆可是王政 这个中共解放军将领 带军队去把他夺回来的 其实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新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块很大的领土 跟美国之间有反恐合作 跟上海合作组织之间也有反恐合作 可是对老百姓来讲 早已认定这块土地就是中国的 不允许有任何独立运动出去 到底汉违津的冲突如何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今天我们聊昆明暴力事件 目前官方是定调为是僵独 也就是所谓主张新疆独立的势力所为 我们的网友就问了 台湾人在大陆遇到了这种攻击事件的话 该怎么办 一般来说的话 大概是说我举例像美国 就是说他在教导他的人民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你人民平常就要有一种警觉性存在 假如现在已经确认 美国已经确认了 他是受到恐怖攻击的对象 我想中国大陆也确认了 是受到这个恐怖攻击的对象 所以说当我们要去这种地方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周遭环境 其实就要要有警觉性 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教导人民的 那所有警觉性就奇怪的这个这个人跟奇怪的这个物 出现的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赶快报警 当发生的时候 你只有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赶紧跑开 就是跑开 所以说 那个事先的那个警觉性是非常重要 需要的 对 所以所有的反恐政策呢 大家都会强调说 他不是只有军警的责任而已 其实呢 他是全民的共同责任 这是第一点 对 就地掩护 不是 是要跑 完全跑开 远离现场 远离现场 因为所有的恐怖攻击呢 他的特色就是滥杀无辜 他会尽可能的 就是说造成大量的伤亡 所以说你不是掩护 你一定是跑就对了 老师我要问一下 在昆明事件发生之后 会不会在大陆各个重要的城市 遍地开花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在我认为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 就是去年这个十月底的 天安门的这个这个 金水桥事件 那个事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转捩点 是 我们都看到过去 这个在所谓的 这个这个东土 恐怖势力的 恐怖的这个组织的攻击 都是发生在新疆 而且其实有一点 就是说他们在新疆的宫廷 他们是针对军警的 他们现在开始针对平民的 其他城市 所以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所以不能因为 少数维族人的暴力 而仇恨这个民族 或认为恐怖分子 就是维族人 要找出米平这个暴力的根源 才是至江的重点 我相信中国大陆 也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为什么它很难办到 明天我们要继续聊 今天非常谢谢冬老师 谢谢老师 明天继续打滑吃 谢谢